嗨,欢迎回到VK线上教育训练课程 这单元的主题是监控事件 Qual Report 我们承接三个单元的范例 先打开监控事件 先把先前的条件给删除掉 选取它 按下旁边垃圾桶的图示 接着选取Qual Report 接着再选取我们先前建立的连线Heclus 连到电脑端的Server端的软体 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个参数 在这里我们可以自行输入Qual Command的命令 你也可以从左侧边的图示 从Driver里面去选取Qual Command 在这边我们做个范例 我们自行输入A10 接下来 第二个参数 Receive Time 它的意思是说 VK控制主机会等待0.3秒的时间 去搜索来自设备端的feedback 在这个范例我们设定为2秒 也就是VK控制主机会等待2秒的时间去搜索feedback 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每个设备的不同 你需要适当的调整Receive Time 有的时候你调的太快 有可能VK控制主机会收不完全feedback的自串 然而如果你设的时间太长的话 也会导致这个监控事件的循环的时间变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循环的时间 首先每0.5秒会触发一次这个监控事件 接着送出了Qual Command之后 控制主机再等待2秒去搜索feedback 也就是0.5加2秒 这个监控事件的循环就是2.5秒 接下来我们来设定feedback的条件 如同先前的范例 我们这边一样是选择非固定长度的自串 在行别的部分 我们改成Hexcode 这个提示资源会告诉你 做了这个动作会移除掉目前的设定 但是动作Command的部分是会保留的 按下确定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Hexcode 因为我们设定的是Hexcode的行别 所以这些数字VK都会把它当做是Hexcode 接着按下确定 同样的设定方法 我们截取中间的数字 也就是说当VK主机发现了02这个Hexcode 以及结尾03这个Hexcode 就会把中间所有的Hexcode给截取下来 同样在这边一样有逻辑判断的等于不等于的方式 在这边我们就让它等于313233 按下确定 这样就设定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把profile传到主机测试看看 我们这边会看到我们的server段软体一直有接收到字串 这个字串就是从VKcontroller它送出去的query command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它2.5秒的时候会收到一次 接着我们来输入feedback 这边要注意一点 这个软体Hexcode如果我们输入的是hexcode的话 这边有一个hex的选项要记得打勾 不然它会把313233都当成20G code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按下传送 符合的条件 文字标签显示OK 以上就是这个单元的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